红金宝协议家走红毯? 儿媳妇居然在公公面前穿到这样? 网友,难怪红金宝一路干笑。 香港娱乐圈的大哥大,红金宝算其中一位,曾经拍摄富贵列车时轰动整个娱乐圈,据悉香港的半个娱乐圈都停工帮他助演,可见他的威慑力,从他红家般也走出了不少大明星,不过65岁的红金宝如今将重心放在了孙子上。 近日,红金宝带助老婆,儿子儿媳出席活动,一家四口现身活动心情大好,红金宝老婆高丽红如今52岁,保养得十分不错,看上去气质依旧,不愧是香港小姐冠军。 高丽红是个混血儿,看起来气质特别优雅,而反观红金宝却感觉整个人都胖了许多。 红天明的老婆周家卫也现身了,但却因衣服引来眼镜网友的热议。 红天明的老婆穿着深V黑色连衣裙尤为性感,老公红天明也穿着黑色礼服。 但网友的评论也是亮了。 游者表示,儿媳妇在公公面前穿这样不别扭吗? 还有者表示,太暴露了,要我都不好意思了。 其实在娱乐圈里,周家卫的穿着还算保守了,只是在公公面前,还是注意点形象比较好,避免让人误会。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?一起和我交流互动吧。 许多网友看到周家卫的穿着直呼自己不好意思看,你觉得周家卫这样子合适吗? 红金宝,Samuel Hang Campu,1952年1月7日,香港实力派演员,动作指导,电影导演及监制,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影坛的大哥大,杂家小子。 红金宝在香港出生,早于9岁的时候,红金宝就已开始涉足电影,当时是以一名朱元龙之名义当童星,出演的电影《有爱的教育》,《大小黄天霸》,《岳飞出世》等等,依依。 十岁的时候,就拜入于战园门门下学习京剧,是七校府中的大师兄,一名为远龙。 红金宝在18岁时,便已出任龙虎武师。 1971年,他加入家和电影公司,所得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便是《夺命双剑》,在其中担任龙虎武师的角色,该部电影曾获得中华民国第一届金龙奖最佳武术指导奖。 随后,红金宝除了练习京剧武术之外,也练过跆拳道和永春拳,而由他设计动作场面的影片,包括1973年的《迎春阁之风波》,1975年的《中猎土》,1974年的《鬼马双星》,1976年的《半斤八两》,1978年的《臭头小子》,《 Filthy Guy》,饰演朱元璋,等等。 1977年,红金宝开始评评主角,第一部电影是《三德和尚与冲米六》,此片也是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,其后裔导演了《斐龙过江》,《赞先生与找钱华》,《1978》,《杂家小子》,《1979》,等片。 1982年,1982年,他因主演《地坊小手》,荣获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。 1982年,《红金宝》是位多才多艺的动作巨星,由演员到导演已至电影出品人都担任过。 70年代未至80年代中,《红金宝》先后开设多家电影公司、宝盒、德宝等,拍摄了大量的动作喜剧,如《老虎填击》、《博命单刀夺命枪》、《鬼打鬼》、《双龙出海》等等。 除此以外,他也推出了喜剧,如《福星高照》等福星系列。 这些电影不少都数卖作的一类,动辄收于千万票房,因知识动作片,喜剧成为香港电影最成功、最受欢迎的片种。 1989年,因在电影《七小福》饰演其家师于战园,荣获第三十三届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奖。 同年以第二次获得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。 1990年代中期港产片《不景气》,《红金宝》开始减产。 到美国演出当地电视片集过《江龙》、《马首罗》。 其后到中国大陆出演多不连续剧。至近年才回到香港重投电影夜,代表作有《沙破狼》。 2011年,他评《夜问2》夺得2010年度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配角。 2016年6月13日,《红金宝》电影工作室在上海成立。